在印度消失的一个月,英国F-35B都经历了什么? 6月14日,英国一架F-35B在阿拉伯上空飞行时,由于遭遇恶劣天气,被迫改变航向, 破增至印度卡拉拉邦特里凡德朗国际机场,之后甚至被拉进了小黑屋,在印度的机库中维修。 最终在滞留39天后,这架F-35B于7月22日成功逃离印度,飞往澳大利亚达尔文。 那么在这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这架F-35B都遭遇了什么? 有没有出现泄密世界? 印度后续会不会推出一款小号F-35? 这件事的起因就是高尾行动。 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跟朋友约好要来印太地区逛街,为期8个月。 2025年4月,威尔士亲王号启航,准确前往印度地区找队友,除了护航小弟,还带了24架F-35B,分别来自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,隶属于809海军航空中队和空军第617中队。 在英国这边,两军操作F-35B属于惯例。 按照原来的计划,大家聚到一起吃吃喝喝,在印太地区玩一会儿,然后就去找美国和澳大利亚,进行护身军刀二五演齐,之后再回到印太地区滑水。 结果英国也没想到,竟然会在阿拉伯海出现意外。 6月14日,阿拉伯海地区,英国一架F-35B在印度防空识别区外例行飞行,之后飞行员发出紧急信号。 由于恶劣天气,F-35B无法在航母上降落,因为雨雪天气会导致航母甲板积水或积雪摩擦力有所减少,强侧风气流紊乱或舰体剧烈摇晃还会破坏舰带机降落时的稳定性,脚一滑就是击毁人亡。 一般情况下,只要出现恶劣天气,舰带机都会取消起降作业,连航客机也是这样,航班之所以延误有很多原因都是因为天气,只是真要出现意外,谁也没办法。 就比如这架F-35B,起飞时没事,结果下不来了。 按照印度媒体的报道,因为季风季节提前到来,伴有强风,大雨,有时甚至雷暴,结果就是影响飞机运行。 在这种情况下,飞行员驾驶F-35B多次尝试海上降落,但都已失败告终,最终因燃油即将耗尽的问题,飞行员只能选择紧急降落。 与印度空军的综合防空指挥与控制系统协调后,F-35B降落在特里凡德朗机场的VIP席位。 这个机场也不是随便选的,在近期与印度海军的联合演习中,该机场已经被指定为紧急回收机场。 降落F-35B之后,飞行员还想着等天气变好,在机场加个油就重新出发。 结果又发生了一个问题,液压系统故障,无法起飞,这下难受了,F-35B飞不起来,还要忍受恶劣天气的侵蚀。 飞机破江印度机场后,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就派出维修人员前往现场进行维修,结果发现仅靠航母的条件无法自行修复。 印度这边也无法提供可用材料,只能在机场上放着。 眼看女神在外面淋雨,印度看不下去了,很是心疼,主动表示外面天气不好,要不先把飞机转移到机库,我来帮忙修一下。 印度眼差F-35已经很久了,印度空军的战力基本是靠前队出来的,到处买战机,比如法国的阵风。 为了对抗巴基斯坦和中国,印度已经向美国提了好几次了,想要买F-35,但是都被美国拒绝。 这次看见女神晕倒在自己家门口,简直是天赐良机,于是使劲显引擎,不仅提供机场,还表示可以提供维修服务。 只是英国也不傻,知道印度想干什么,F-35B可是很宝贵的。 一身的敏感技术,比如隐身技术,传感机系统,以及高度机密的电路组件等。 真要给印度摸一下,顺带再刮点隐身涂层,那事情就麻烦了。 而且进机库之后,出来就不知道几个人了,要知道印度那边的狠人连汽车排气管都不放过,看见F-35B能忍住才惯。 所以进机库是不可能,甚至说在迫降最初的一段时间内,由于担心英国军事机密泄露,也担心自己戴绿帽,英国飞行员一度拒绝离开飞机。 就算退一万步来讲,不用担心泄密的问题,印度也修不好。 印度斯坦航空的技术,霍利君并不想评价。 只能说,如果把这家F-35B拆解在桩上,估计地上还会剩一点原厂零件。 无论是从哪一种角度考虑,英国都不会接受印度提出的方案,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。 F-35B被迫在露天停机坪上,接受热带季风所带来的疆雨,英国和印度只能在一边看着。 可惜的是,在坚挺了二十多天之后,这家F-35B还是被拖进了印度小黑屋。 说实在的,对于英国来说,F-35B滞留印度挺丢人的。 印度官方很喜欢F-35B,但媒体和民众可不在乎,开始疯狂调侃,成了印度的娱乐新闻。 比如印度暂时成为拥有五代机的国家,当地的文旅部门也表示,卡拉拉邦是一个旅游胜地,F-35来了都流连忘返。 还有不少印度民众在网上表示,应该把这家F-35B扣下,让英国拿其他东西来换。 这一系列操作搞得英国很是郁闷,但是也没办法,F-35B的确动不了。 排除印度检修后,营救方案主要有三个,第一,现场修复,这个方案已经被排除了。 在6月15日,英国的维修人员就已经确定,仅凭航母的条件,没办法修号,要不然F-35B也不会一直滞留在机场。 第二,拆解空运,也就是将这家F-35B进行部分拆解,再用C-17环球霸王运回英国。 从技术角度来说,这点的确没问题,C-17装得下一架F-35B,只需要将F-35B的机翼尾翼全部拆下来,就能打包装进飞机货舱。 不过,这个方案有一个问题,安全性无法保证,F-35B紧急迫降的原因就是季风季节导致暴雨,如果露天拆解,万一进水弄坏飞机,英国就亏死了,还要考虑印度会不会偷偷拍照。 如果不拆解,想把F-35B整个运走,理论上来说也能做到这一点,一架超级总马重型直升机就能把F-35B吊起来拉走,只是这个方案有一个相同的问题,季风季节,天气恶劣,在民航机场进行复杂的吊装作业,运的还是价值上亿美元的F-35B,万一出现磕磕碰碰的事故,那还不如停在原地等救援。 而且在确定这架F-35B短时间内无法救援时,威尔士亲王号就跑了,先跑到新加坡,之后去澳大利亚找小伙伴,参加护身军刀2025,如果选择钓鱼,超级中马也不能钓着一架F-35B直接飞到英国。 第三就是党,等到威尔士亲王号结束亚太部署返程,先将这架F-35B走陆路运输,再调装回航母,这也就意味着这架F-35要在机场等很长时间,威尔士亲王号在9月才能返程,在此期间不确定因素太多了。 按照美国地勤人员的说法,如果一架美军F-35需要露天停放超过24小时,就需要在飞机旁边布置一枚临时的避雷针,防止被闪电击中,目前不清楚印度机场有没有。 所以很明显,这个也不能选,万一被雷劈坏了,找谁配,还不如拆解。 一直到7月6日,这个问题才有了解决方案,英国派遣了一支专家团队,并乘坐英国皇家空军的A400M抵达印度, 其中包括14名皇家空军的技术专家以及10名机组人员,以评价这架F-35B的状况,并携带了进行液压和工程评估的专业设备,确定是在当地进行修复,还是通过417运回英国。 维修团队之所以需要那么长时间,那也是有原因的,调动专家需要时间,还需要用到落马公司的专业设备,双方稍微一协调,时间就过去了。 不过重点还是进机库的问题,如果要维修的话,肯定要拖进机库,在露天进行维修存在泄密的风险,一旦下雨还要考虑是否进水的问题,所以需要进机库,这就需要跟美国商量了。 最开始的时候,的确没办法进机库,F-35B最初迫降时,印度表示可以为飞行员提供饮食和住宿,并为F-35B加油,但飞行员只跟印度要了一把椅子,然后在飞机旁边移坐,防止飞机泄密。 早期的维修团队来了之后,才进行善后处理,这的确是在防印度,最近这段时间,印度与英国关系的确还不错,在过去几年中也进行了不少演习,比如两年一度的阿杰亚勇士陆军演习,彩虹空军演习和康坎海军演习。 在F-35B迫降的前几天,威尔士亲王号与李氏满号护卫舰还与印度海军潜艇进行过护航演习,这是双方在该地区进行的首次重大接触。 但问题在于,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也非常好,万一印度得到F-35B的秘密,谁也无法保证是否会将其泄露给俄罗斯,然后换苏武器。 所以在F-35B露天停放期间,英国也禁止印方人员接触驾驶舱,禁止托入印度机库,禁止使用本地维修设备,但想要维修的话是需要进机库的。 火力军估计英国的专业团队之所以花了那么长时间,有一部分的原因应该是与美国和洛马公司沟通,商量使用哪种方案。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,在英国团队抵达印度后不久,这架在停机坪停放了三周的F-35B就被拖入机库。 当然,条件也非常苛刻,为了防止泄密,所有维修操作必须在洛马工程师监督下完成,拖车与地面设备必须由英国皇家空军专用运输平台执行。 印度维修技师只能在外围提供保障,禁止接触内部控制系统。 在维修期间,全副武装的英军士兵严守机库,此前为F-35B站岗的印度安全部队则被要求与机库保持一定的距离。 只能说印度碰都别想碰,不过在此期间印度能不能偷窥到女神,那就不知道了。 在拖入机库后,解决方案其实就比较多了,有了设备就可以尝试维修,也不用担心漏雨的问题,如果地面修复失败,那就使用拆解的方案,之后通过军用运输机空运回航母或英国。 就结果来看,选择已经很明显了,在经过维修和检查后,英国确定可以对其进行修复。 7月22日,滞留印度机场超过一个月的F-35B修号,并成功起飞,之后飞往澳大利亚达尔文海域,回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。 那么在印度滞留的这段时间,这家F-35B有没有泄密的风险?火力军的看法是没有。 在降落初期,飞行员义夫当官谁碰谁死,印度没有机会摸到F-35B,在停机坪的那段时间,F-35B一直露天停放,印度只能在远距离头看,想拆不可能,天上的卫星看着呢。 至于拖进机库发生了什么,火力军估计会有落马的特派专员管理泄密问题,英国也会协助落马。 万一真的因为这家F-35B导致五代机翼技术外泄,英国能赔的裤衩都不剩,加上外部士兵的管制,印度连看都看不到。 在这种情况下,印度只能拍个照片,给自己解解禅,偷学技术,没可能。 估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在F-35B离开印度时,印度航空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,表示英国要付钱,也就是停机费,F-35B和A400M的降落费,以及使用机库的费用。 讲道理,付费是应该的,停车都需要停车费,飞机更需要付费,但这毕竟是英国的F-35B,这点小钱应该是免了的。 根据印度快报的报道,由于F-35B是外国军用机,最终账单可能通过中央政府机构处理,可能会给予特殊考虑,估计是免单了。 说这个事,可能仅仅是表达一下自己的不满,F-35B在自己家停了一个多月,摸都没摸到一下,亏死了。 不过说实在的,即使印度能与F-35B亲密接触,也没什么用,给机会也把握不住。 印度之前想要购买F-35B,但美国不同意,需要印度放弃。 S-400,其自研的光辉战机,又因为技术缺陷,没能形成战力。 印度已经陷入买不到也造不出的困境,对于印度来说,F-35B滞留的确是个机会。 虽然没办法与F-35B近距离接触,但印度了解一下外形,还是没问题的。 当然,就这点数据,印度也做不了什么。 即使接触到F-35B的某些机密,以印度的航空工业实力,也没办法转化为实际的产品。 上面我们也聊了,印度的空军战力都是买来的,本土的航空工业很弱, 组装苏30MKI时,关键部件仍高度依赖进口替代。 而F-35B涉及全球500余家供应商的技术整合,印度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 其自研的光辉战机,耗时33年,至今没有形成完整的战力。 航空材料、精密加工以及系统整合能力严重不足。 F-35所需的微米级精密部件,如旋转尾喷口和特种复合材料,远超印度当前工业水平。 重点还是核心技术,五代机必备的大推力涡扇发动机,完全依赖进口。 自研的卡弗利发动机项目已经失败,隐身和航电系统也无法解决。 光电瞄准系统及隐身涂层技术,需要高度复杂的电子工业支撑。 印度还没有掌握相关技术,无法解极核心参数,而且从光辉战机也能看出来,其进气口隐身处理很粗糙,雷达反射控制能力存疑。 最后就是金钱和时间,印度GDP总量虽大,但高端制造业占比低,难以支撑五代机研发所需的持续资金和技术迭代。 逆向工程投入,远超印度承受能力,即使英国不对印度射线,仅靠印度的能力,防止最起码需要十年以上的周期,性能也会大幅度缩水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,别说从天上掉下了一架F35B,就算是再掉一架F2,让印度看个够,甚至上手摸拆线,印度也无法堆砌,进行逆向工程,只能越看越起,看到却吃不到,给印度机会,印度都把握不住,实在是太痛苦了。 火力军建议闭上眼睛,催眠自己,只要自己看不到,就不会痛苦。 总的来说,对于英国来说,F35B迫降印度,并滞留一个多月,在名声上的确不是很好,但损失也不是多大, 毕竟在严格防守的情况下,印度什么都做不了,英国也不会有什么损失。 对于印度来说,F35迫降只是给印度一个近距离观察F35B的机会,其他的就没了。 至于通过这次机会加快光辉战机的进度,或者对F35进行逆向工程,印度也做不到。 火力军估计,印度应该也是猜到这一点,表现的虽然热情,但也没有什么强之爱的情况, 但是能近距离观瞄F35B,印度就已经不亏了。 在F16进入乌克兰之前,就有媒体报道称,F16对机场的要求比较高, 跑道需要在1500米以上,并且要求跑道平整,无义务。 如果跑道程度不足或存在杂物,可能会导致战机起飞失败或发动机故障。 机场也需要配备完善的机场指挥塔,雷达站,弹药库,机库等配套设施, 对维护的要求也比较高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以上问题已经解决了。 只是在乌俄双方频繁发动空袭的情况下,机场无法保证时刻都是安全的。 所以如果保证F16拥有安全且快速的支援,比如武器的维护与整备,就成了一个问题。 为了更好地发挥F16的战地,乌军推出了一个战机小型机动基地。 7月22日,乌克兰空军表示,已经向部队交付手套机动后勤支援系统,也就是Project 61。 由10辆专职车组成,包括一辆维修卡车,用于协助弹药的准备和测试。 两辆配备小型启中期的卡车,用来将弹药装挂到F16上,外加一辆人员运输车,F16两侧可各配置一套。 工作站与指挥任务则是一辆得志6×6卡车,用于任务规划,飞行员也可以进行飞行前检报,甚至还有具备成土迁移居住舱的拖车。 这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移动空军基地。 按照乌军的说法,过去挂载一枚弹药,至少动员10人至12人。 通过这套系统,三个人就可以完成任务。 这项看上去很简单的设计,却可以协助F16发挥最大战地。 早在2024年,乌克兰就有消息称,为了保证F16的安全,计划将高速公路改成让战机起降的临时跑道。 结合这套移动空军基地,F16的安全,战力都有所保证。 在美国这边,军舰可以不用反港就不挤。 根据媒体的报道,在维吉尼亚海岸,美国正在利用起重舰地属舟号,与博克级进行海上载装填实验。 其中地属舟号利用船载重型起重机,将导弹发射桶装入博克级的锤发内。 美军其实早就在研究海上载装填。 在2024年,美国海军就首次完成垂直发射系统海上装填演示。 按照当时的说法,未来两三年内,海军就能获得这种能力。 对于美军来说,海上载装填并不是什么高科技,但可以大幅提升军舰的战力。 在此之前,军舰在发射完导弹后,就需要返回港口进行补给。 当然,最开始的时候,海上补充弹药并不难,毕竟有专业的弹药补给舰, 可以用吊车吊运炮弹或导弹到军舰上,难的是给锤发加装导弹。 对于锤发来说,导弹并不是送上军舰就行了,必须精准调放到垂直发射单元里。 要不然导弹与发射系统相撞,那就只能维修了。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,很容易受到大风、海浪和水流的影响。 所以需要在港口进行这项操作。 吊车固定在码头上,战舰也固定在驳位上,不用担心固定的问题。 为了在海上装弹,美军开发了MK-41的弹药再装填装置,使军舰不需要再回港口补给。 不过这种装置的体积有点大,会占用三个发射单元,比如提康德罗加级。 原本有128个垂发单元,但前后装备两套海上再装填装置后,发射单元就会减少到122个。 早期的伯克级也会因此减少为90个。 对于军舰来说,这个小问题无伤大雅,比回港口补给强。 美军研究海上再装填的目的就是应对大国作战。 另一边,美国开始采用保险库存放核弹,而不是固定的地下掩体。 估计是B2加EGM-158,暴揍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。 美国开始觉得把核武器存放在地下掩体稍微有些不安全,于是美国能源部桑迪亚国家实验室推出了一款移动保险库。 也就是在标准货柜内设置保险库等防止核泄漏设备,再将核弹藏里面。 优势就是地点隐蔽,不容易遭到打击,并且还是一直移动的。 根据目前的报道来看,在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的要求下, 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将在6个月内完成移动保险库的设计、制造和测试。 手套原型设备会在即将举行的灰旗演习中展示。 不过就结果来看,这种移动保险库反而会降低战术核武器的使用门槛。 桑迪亚实验室表示,一旦投入使用,偏远地区的指挥官也能部署核武。 在保险库的模型中,还有与B61很像的模拟武器,意思已经很明显了。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,各位觉得英国F35B破降事件对印度有什么好处?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大家一起讨论。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 我是火力君,下期见。 感谢观看